小兄弟 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姓魏 莫非你是 当今魏氏太际的掌门人 正是在下 拜师这件事如果可以呢 就这样决定了 爷爷 你跟他有什么可聊的 好好说话 我们聊的都是些陈年往事 没什么 没什么 你是不是欺负我爷爷了 我爷爷脸色都不对 傻孩子 不要对魏同学那么无理 封爷爷 没关系 封爷爷他 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 托付 你爷爷他已经同意 让你拜师在我的门下 魏同学 那我就把飘飘交给你了 什么 拜师 飘飘 他可是卫氏当代掌门 他开口要收你为徒 这是你走了天大的好运 魏掌门说 他愿意传授你卫家太际权的真谛 你跟着人家掌门人学 千万要有心 有什么料气 这可儿媳不得 这可儿媳不得 拜师帖 姓随魏楚先生道鉴 弟子风飘飘 年十八 久仰先生武艺 承蒙先生 允纳门下 愿拜 卫氏太际掌门 卫楚为师 执弟子之礼 谨遵师教 风飘飘 顿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承计划 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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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